大家好,我是光景建一 8月28日,安倍晋三发表辞任日本首相 原因是因为8年的时间一直持有的溃扬性大长眼 但是虽然他辞任了首相的职位 但他还会继续从政当这个议员 然后安倍这次总共当了7年8个月时间的日本首相 就成了日本虚政时间最长的一位的首相 然后现在大家最关注的一个就是 下一任日本首相会是谁 接下来自民党会在9月份就进行新总裁的选局 就决定下一任日本的首相 接下来谁会是自民党的新总裁 其实在这里最关键的主要的是 他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选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现在选局的方式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他在两院议员总会内做选 第二个是在自民党内向党员来做选局 主要是这两个方式 这两个方式的选局的不同 就是下一任日本首相会是谁 这个也会有区别 目前我觉得下一任日本首相最有利的候选人 第一个是石破茂 第二个就是菅义伟 主要的是我觉得主要的是这两个人 然后另外也有很多人说河野太郎 就是现在的日本的防卫大臣 河野太郎也有可能性 但我觉得他这个可能性并不大 最有可能性的还是石破茂或菅义伟 这两个人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些 我觉得如果9月份的选局 在这个自民党内就向这个党员做选局的话 这个石破茂就是赢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如果在两院议员总会内 就是针对这个现在的国会议员内做选局的话 就跟安倍比较近的这个先任 内阁官方长官的这个菅义伟 赢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而且呢因为现在疫情原因 就是也是一个紧急状态的时候 所以呢要这个迅速的决定下一任日本的首相 所以呢就是没有时间来做这个党内的选局 而且还要考虑对疫情等政策这个方面 最好是选一个能够立刻就是接班的人 所以呢从这些方面来判断的话 大有可能会在这个两院议员总会上 也就是说离安倍比较近的这个菅义伟 就是成为下一任日本首相 可能性会比较大一些 因为这样的话他就会继续的走安倍的这个路线 如果就是这次呢菅义伟当了日本的首相的话 那是在明年的9月份还会有一个自民党的这个总裁的大选 所以呢如果在9月份他输掉的话就只能下台 也就是说只能当一年的首相就会下台 而且呢明年的自民党这个总裁大选的时候的主要竞争对手呢 应该还会是这个石破茂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石破茂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年龄为题 对他来说呢明年可能是最后一次 就是挑战日本首相的这个职位 所以呢他肯定会就全力的来争取这个首相的这个位置 但是呢不管这两个人谁拿到这个政权 就谁当上首相 目前在自民党内就是派系最大的一个 就是麻生太郎这一派 所以呢不管他两个人的谁当上首相 估计呢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呢就是跟麻生太郎一派就联手 第二个呢就与吉他的派系就联手 所以呢我觉得呢下一任日本的首相呢 应该是菅义伟 就是被选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好谢谢大家的观看